愛情路上有些幸運的結尾 沒有啊 都是 人生不只是愛情的 你覺得對的 你覺得對的 突然間這麼有道理 當然盲俠他存了很多負面情緒在心裏 我知道是你 你走到十二年了 不要再走啦 其實很重的 一直壓在這裡 因為朱千樹的角色死了 為什麼我待會看到你的胃 可以直說真的很大壓力的拍攝圖劇 因為他的角色對我來說是一個挑戰 這是他其中一種他用的武器 說真的你不用了 你也用了 他贏 不是特意用 不用特意的 但這裡我算是特意的 有一點 雖然他看不到東西但我也是這樣 他本身個人也有這種特質 還有談公事的時候 有一點點仍然在卓 這個又是另一個感覺 明明我們口說的就是這樣 口說的也是很對抗性的 要在公堂上去紙碼 其實這些大家看很多 其實這些大家看很多 為什麼很flash 但又有一個在談官司的態度 不常啊 我覺得有點尷尬 是骨子女 所以她是一個宅女 是 就是她喜歡打遊戲 我們又喜歡打遊戲 我們又會跟大家聊這些 我又不覺得她是會那些 很懂得利用那些人 但我真實裡面 不是一個男子 是一個男子 是一個男子 很boyless 對 一定要講跳舞 對 語中跳舞 同理 Ali 永遠是有一個呼應的 他也因為要借這件事 去打開盲俠的心 因為是有一點點抽離 現實世界的 不會兩個人無握 在中華有一段無握 會跳舞 但是跳得很漂亮 然後那些燈光突然轉了 被觀眾去judge 我們那場舞 其實真實世界有沒有發生 兩個盲人怎麼跳舞也挺少 所以你想一下 你可以很不為美 但是導演又處理得很漂亮 盲俠的 吸引力就是不理我 所以我就很想要她 那要不要我就要得到她 有真實反應 幾張一個盲人神化了 我行我素 很堅持 有時候你把自己的特質 發放到極致 你是精彩的 他很執著 執著到一個點 你不能說 行了給你 全世界都認為你會輸的時候 他都還在賭 其實都會常常都很想challenge自己 那你怎樣可以再做好一點呢 王浩信 領年以歌聲聲不得寒 07年加入TVB 13年成為 飛躍進度男藝權得主 15年起 連續三屆提名 最佳男主角 柳奴 垂頭的演出都很精彩 他在今屆昇和班獎位 憑串萬俠這個角色 擁奪男主角獎 今天更加榮燈 TVB施低寶座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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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年 任何中國 我們都會ながら 我們人不可能 看一下 我們會不會 我們還是要幫忙 我們再去架頭 我們在一個